中央民国113年1月25号星期四 我们刚才听的是苏明渊唱的 不要再叫我保费 标准吧 应该是吧 因为我觉得这个歌很好 刚才听了那个台语发音的 学了一下就是不要再叫我保费 本来他讲成保费 完全是不对的 好今天的主题 欢迎大家call in 现在就要先讲 我要是不先讲的话 你们每次都会忘记 我们的电话号码 02-25-09-9933 02-25-09-9933 欢迎大家来分享的期末成绩单 Dr.Life之期末成绩单 你们做了有 每年都列那个清单 许愿清单 待完成事项 打勾勾 打勾勾 不要那个待完成事项 就是说 唯一完成的事项就是以上都还没有完成 第十个选项 哇翻翻拿了一堆这个 我们的期末大清仓 怎么会有这个东西 哎呀真的好可爱哦 我有一个考古啊 是哎 怎么好好笑 有点像是天主教的那个圣诚 我就觉得好像直接丢掉有点可惜 真的 完全现在听众完全不知道我们在讲什么 这个真的太好笑了 刚才你广告时间再看 你广告时间再看 哦哦谢谢谢谢 我想整袋给丰友 他们应该会很高兴吧 可以这个如果你中秋节 哪来拌一 中秋节 吴刚 因为里面还一只斧头的 我快下婚了 怎么会有这种东西 而且他竟然这个品质这么好 他的花瓣都没有掉落 超级适合大家今年四月去赏樱花的时候 披在树下 让樱花瓣掉下来 再勾上去 再让他染色 然后那个赏完花就可以丢了 真的太可爱了 我们曾经有过这些道具 我都不知道 都在你的回忆 真的是我们的清仓的清单 今天拿出来 翻翻一看到清单就去清仓了 我就去清仓库了 我这些绝对要送给丰友 我觉得他们会很爱 整个礼包 盲盒 不拆一个人拿 许建伟过来 为什么许建伟要这么肩负着 反正不是路客就是许建伟 你们车子蛮快的 赶快过来拿 这对许建伟有点残忍 这有点太偏偏 偏偏先知 如果是说可以再利用的话 我觉得泰北郭同学很适合 泰北郭同学可能会完美的 泰北郭同学 听到我们的呼唤 你很适合 因为泰北郭同学一定会有毕业站 他一定是需要一些可以再回收的道具 好 泰北郭同学这一大包给你了 他会不会一声中指听一次节目 就刚刚好扣印进来 然后就 又忘了来拿东西 没想到会一直被cue 最后有来拿 此抠绵绵无绝其 任何时候我们都要想到泰北郭同学了 一直到他考到设计师为止 好我们待会那个02 2509933 就是大家有今天看到我们今天 可爱的可爱的超cue的这个宣传吗 来请解释 解释就是因为 像他今天想要做的那个主题 叫做期末岁末成绩单 就是我们在 很抽象 还有两个礼拜过年 我们在过年之前呢 如果还有没有做到的心愿 或是许下的一些 令人后悔的愿望 我们还有两个礼拜可以把它抹灭 而且你还可以赶快把它delete 对不对 把所有的记忆里面删除 那为什么人家问你 为什么要用这一张 好 小儿 小儿丽莎儿 他最近很喜欢就是扶着椅子走路 因为他走路算开始的有点慢 然后他就会在椅子那边 因为有洞啊 椅子不是有把手 把手就有洞 他就喜欢从那边探头 他把他当利保乐园 对我就把这张照片拿来当 就是大家的睡末成绩单 进行的怎么样了呢 他才超好 他每张都可以做表情包 你知道他最可爱的 他奶嘴超大 他只喜欢吃这个奶嘴 对他奶嘴超大的 就是他戴这个奶嘴 几乎不用口罩 因为太大了 说到口罩最近真的 好难过那个新闻 这个新闻很难过 真的很难过 我只要讲说最近真的感冒 各种耳鼻喉的部分都是 其实我是反对小孩戴口罩的 我一直觉得因为他不会讲 他不舒服他会扯 可是他不会讲 所以我觉得非常难过 接近一岁其实是会扯掉 就是因为扯了 不是会扯掉挡住你的东西 所以啊 就是他其实棉被盖到脸 他已经会把他拉掉了 对但是也不知道情况是怎么样 可能他真的很累 有可能绑太紧了 也可能累了 好难过喔这种新闻 所以但父母行小心 宁愿就是说让他舒服一点睡着 也不要让有任何容易想象意外的东西 会堵住他 我们要想最重要的事情是 活着 感冒变成小事了 感冒真的是小事情 尤其小朋友最近也很容易感冒 那么冷 反而感冒就是 第二周了都还没有停 我还在把持 他昨天一个小时就醒来一次 他已经是一岁多了吧 他已经一岁两个多月了 所以他是会很慢走的 他是大器晚成啊 就懒啊 原来他有上奶奶命格 就不知道哪里可以给他当千金了 但是他就是可能感受到了 他来就觉得我应该坐轿子 你们干嘛叫我站着 他就说能躺不坐 能坐不站的 他真的是完美体现这件事 但他活力还蛮好的 就很爱跑 他就觉得说我就是最到了 这个进度ok到今年 好我们刚刚大概清了一下 我们要送出去的就是一个蕾丝花瓣玫瑰色的娃娃妆 还有兔兔毛 还有花月花瓣五春风 再会樱花树下 总共我们有这四个形容词 大家要用想象力 樱花再会樱花树下 就是那个捷克那个叫做哈利文 万圣结杀手 科学怪人头上没有这个东西 谁的头上会有卡一个这个东西呢 就是有一个那个叫做十三号星期五 十三号星期五 今天的关键字 我们有这么多礼物要送给人家 送给一个人 送给一个人 兔女郎 在十三号星期五 然后这个玫瑰粉 樱花树下 樱花树下 还有一个花瓣五春风 我目前想不到一个场景 可以完全全部使用这些物品 有一个雪在烧 我刚才看到的 勇敢不守人 雪在烧 勇敢 新娘不是我 新娘不是我的情况下 可以完全使用这些东西 完全可以 因为它又有白鲨又有斧头 所以超完美的 超完美的 这一大包礼物实在太强了 哇这还有呢 里面还有呢 待会还要再来 都还不错 我觉得这些东西就是很耐爽 非常经典 非常经典 都可以用 你一定要讲 质感还算不错 它绝对不是 对质感很好 质感很好 而且绝版 绝版 尤其是这个粉嫩樱花娃娃装 对不对 真的是满精致 我记得我买的时候满贵的 它看得出来 它的绣工很不错 对它有蕾丝绣花 我们今天是要讲清单 为什么变 好像我们在强迫推销 我们的清仓 因为在下两位都是双子座 非常容易分心 真的是对不起 对不起所有开车的朋友 完全不想讲成绩单了 翻讲一下你今年的成绩单 做大重大改变 翻翻是我看着人生 那个就是说 秦秦落落吗 不是 就是说 她完全就是有一个叛逆美少女 变成一个美丽而不辣的小妈 对不辣 人家不是说 有些人会讲辣 你不是 你是变成轻轻小 小可爱妈咪 对就变得很贤惠了 逆转 对不对 对 我以前可能比较辣 她以前是一個小辣妹 然後想不到生小baby以後 妳說妳最大的就是不懶了對不對 對因為懶的全部被我女兒用光了 懶的寇打被她用了 她最懶所以沒人可以懶了 在一個家裡面只有一個人可以懶 一至兩位看你們家裡總共人數 我們家也是 我們家就一個人的額度就被我用完了 就我最懶 所以是不是先當懶的那個 大家都要勤勞先懶的先贏 真的先懶先贏 所以妳就負責白天有保姆 然後假日妳不帶 假日是禮拜六日還是只有禮拜日 六日我們就是我幫我先生帶 就是妳們的全職日 保姆就是我們上班送去 然後下班接回來 所以那個晚上睡不好是正常的 是 昨天我就是陪她過夜了 我應該說我每天都是陪她睡覺 我覺得妳們的手睡都是天天的 對 手睡 好 那假日妳就會安排說妳們要去哪裡玩嗎 對 妳跟所有的媽媽一樣嗎 以前我真的不知道大家為什麼都要一直跑出門 然後親子公園有哪些 對 以前就不知道喔 想說這樣帶在家裡不是很好嗎 去哪裡去哪裡 對啊 對啊對啊 那就是要一直給她吃東西跟喝東西的話 你東西都要帶齊全出門不是很累嗎 據說某個縣市有一個史上最長的溜滑梯 然後是否親子的 溜下來要兩年 對 不是否我們這種就是尋求刺激的那種 掉下來會三米的那種 不是 她就是說很長的滑道 然後溜滑梯然後是一個公園 然後就哇就是各縣市的人都會去朝聖 不單是那一縣市那一縣市已經算是小孩生長率最高去新竹了 好然後呢 因為講那麼多你們還要問就乾脆去新竹了 所以呢造成周邊有一些豪宅不堪其擾 太多歡聲笑語是不是 我覺得有些人會把小孩子的這種笑啊叫啊鬧當成是噪音 像我超愛的就是以前我們家曾經住過小學旁邊 哇我都聽到那些小朋友聲音都會很興奮你知道嗎 我覺得超熱鬧超有安全感 放暑假也覺得好沮喪的沒聲音了 可是據說有些人住在小公園旁邊 尤其是親子公園或者是小操場會噹噹噹噹那樣子 他們都很痛苦覺得太多噪音了 但那有一個時間性啊 就是晚上就沒了 晚上就沒了所以晚上就有點怕你知道 白天你還覺得聲音很多啊 晚上的時候突然間安靜了 可是有些人甚至連白天他都不能忍受 他說希望縣政府縣市政府能管一管 就不要讓那些噪音太高 好吧那就只能在樓下開寫書機 沒有那就只能開在 你要氣味還是噪音 或臭豆腐 讓你第一月二選一 難不成我們都要把這些設施關在巨蛋裡嗎 那就又要麻煩到穿搏了 每個人敏感程度的確是不太一樣 現在對聲音真的好敏感 我知道你曾經很怕對面的沙門碰一聲 對那個沙門 那真的會心臟病了 那還不是 因為那是木頭門 真的砰一聲好大聲 沒有彈簧的 沒有那叫做什麼 緩衝帶 緩衝帶 對沒有那個東西 好啦我們講的清單啦 就是翻翻已經完成的清單 就是陪女兒到處尋找適合她入園的場所 對就去遛她的地方 因為現在如果把她帶出門 她就不會一直要黏著我們玩 她就可以去看看路人啊東看西看 而且用爬的 我們還是推推車讓她出門 不會讓她在地上爬 因為我們沒有去報名一個遊樂設施或什麼的 所以就沒有讓她在地上爬 我們都是帶去大人的地方 然後順便跟我們一起去逛街啊 那下來呢 都在車上 會不會就是因為這樣所以很懶呢 我好像突然明白了什麼 我突然間發覺她為什麼不喜歡走了 就像狗本來是用走了 結果狗一直坐在搖籃車 她不太就不喜歡下來自己走了 太舒服了 對對對我發覺好多遛狗的 她娃娃車都不是孫子都是狗 那很華麗欸 我想說這車到底是做什麼 結果你一看都是狗 狗的話她就不下來了 她超爽的 她只想你一直推著我這樣看看風景啊 對啊我可以吹風這樣多涼 她甚至看別的狗還覺得有一點 覺得你怎麼那麼可憐 好可憐啊 沒有車子可以坐 對啊怎麼沒有叫車 以前那狗如果你今天放在她車子 她看到興奮的她會想跳對不對 對 可是現在的不會 現在的狗就是安穩的坐在她的車上 這是一個淨化嗎 這是一個退化 這是一個淨化 好待會零二二二五零九九九三三 請打電話進來分享你的清單 完成度如何 零二二五零九九九三三 范范剛才講了她的進度就是看女兒的進度 有一點慢 對我就是follow 大家要幹嘛我就是跟著她 沒有自己的 我自己的人生 欸是欸 對啊沒有自己啦 你好感人喔范 完全繞著她打仗 對啊你完全就是屬於這個 蛻變度百分之百的 有啦我去染頭髮這樣算 你還有剪瀏海呢 對我把瓢髮的顏色蓋深了 好吧既然預告有你女兒 你也來拍一張自己剪了頭髮的 很好看啊 就剪個瀏海 海倫輕挑 因為胎毛跑出來了 就是生完小孩的那個胎毛 有點明顯 為什麼會有胎毛 因為他們說懷孕的時候 頭髮會變多 所以生完的時候會掉 對 你獲利回土 獲利回土以後就會長新的嘛 新的就比較短啊 所以就變胎毛 所以小孩長胎毛 你也有胎毛欸 一起長 一起長欸 真的太可愛了 02250999933 哈囉你好 喂 建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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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沒有要你講清單啦 我們只是要告訴你說 看看有沒有你適合的 你可以過來 因為我發覺你長期U-bike到我們附近 因為 因為江泰跟方偉找我啊 對啊 真的真的 你真的是我們的那個 算是我們在空中呼叫友 隨時都會回應的 太棒了 如果有一天真的是有什麼核戰的時候 我們也要說 建偉 建偉你在嗎 建偉聽到請回答 我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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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偉 你那邊那個可見度如何 OK 我們會要問你一下 好了 你去年有沒有立什麼心願 你去年有許什麼心願嗎 有啊 倒是沒有特別去立什麼心願 就是覺得說 在人與人之間的相處上面 覺得說好像越來越好 的感覺 哇 這個可不是一般的清單了呢 這算是一種個性上的融合 而且這個算是 你也可能有許願 就說你人際關係要好一點 有有有 去年特別順到我自己都很驚訝 你就比較慈祥了啦 你以前也難搞 就覺得好像說 怎麼突然大家 都喜歡你 對對對 以前也會再服務啊 可是就沒有那種感覺 可是去年就覺得說 越來越順利的感覺 OK很棒 這個很難喔 這個要你特別 人家會 你會覺得跟人家相處比較好的話 這個算是非常難達到的一件事情 通常人都是越老越難搞 因為有寫去年也是 所以那個 新作專家 新作專家有講說 世作的人際關係會很好 那自己都覺得蠻驚訝的 哇那你今年先不要看了 不要今年會說又返回去 然後那個陶文老師那個 那個書 那個書 還有那個錢母 每天這樣帶著 就覺得說好像 那種靈感啊 靈感越來越強 太強了 太強了 謝謝 感謝陶文老師也會很感謝你 他的法律有效 對對對 好現在許建偉 那個明年我還會再打給你喔 好 反正我們任何時候那個call in還沒進來 我都會說建偉建偉你在嗎 OK 會會 我都 他都在 早說嘛 我們有時候空檔很久 OK 好 那個騎車小心 天冷 OK 常常有時候建偉吃太多麻油雞 你知道我很想跟他講太燥熱了 希望下次要吃一點蘿蔔湯 02509 9933 哈囉你好 竟然不是牽接我的電話 哈哈哈 你輸了Amanda 真寵啊 Amanda 你輸給建偉了 我告訴你 你那麼多行動詞 我太好奇了 我可以拿那一包東西吧 可以啊 Amanda可以 可是我是覺得 你要不要 你如果當場看到你覺得不行 我們再把愛傳下去 好沒問題 可是我真的太好奇了 你這麼多行動詞 反正我明天要 真的很可愛啊 我明天要去中山那個區公所那邊 所以正好可以去 可以可以可以 明天可以嗎 翻翻會不會太急 可以可以 不會不會 你趕快拿 我們馬上了 你的事情 你的事情就是 我們國家的最重要的事情 我們怎麼可以 第一優先 第一優先 Amanda 感謝你 不用清單了 你已經幫我們的清單解決了 我告訴你 我有好多 我的清單有 我的checklist 有很多東西都達成了 談戀愛咧 這個是routine 這個不算清單 真的嗎 沒有欸 我要問一下 你那時候 你沒有許願說你們感情更好 或者說 我沒有啊 這現在跟喝水吃飯一樣的事情 不用許願 不敢許啊 不需要許好嗎 這是什麼 我達成的是 我很想做一件事情 就是我想要去 去SUP 這是什麼 那個立獎 立獎 對啊 我後面想的更難 以為是一個課程 你知道嗎 他也算 立獎很難耶 對啊 我也以為很難 我想說我怎麼可能站得起來 真的 真的 你在哪裡 台東 台東 台東喔 是不是一個彎 有一個彎 反正他就是有這種 學校 哪那麼嚴重 幾個小時的事情而已 學校 好欸 這個很棒欸 那你有滑回去再滑回來嗎 滑到快睡著了 後來覺得一點都沒有難度 真的 是風平浪靜嗎 那個本來就是一個 那個人工湖啦 那不是真正 我滑的地方不是一個真正的河流 是人工湖 所以它不會有坡 對它不會有坡 而且它的水深是固定的 不會說你不知道 對不對 所以我也摔下去好幾次啊 反正摔下去也就站起來就好 類似那種野外游泳池 台東一個什麼公園 很大一個公園 那個叫什麼公園 森林公園 森林公園裡面 對對對 這個怎麼會講到我的地盤呢 對對對 現在你是地頭蛇了 我老熟了 這只是第一項 第二項是 我很想要去走阿里山的棉月線鐵路 有人講過 走的步道 棉月步道 而且是走在鐵軌上 就是荒廢的鐵軌 棉月 回來啦 回來啦 我現在不是講 森林公園 完成的嗎 棉月很棒喔 那個好像有名額限制耶 我記得有 反正就是遊覽車的船 你只要報名 他就 一日有還是兩日 你是一日啊 一定要住 因為你一大早就要去 因為那個距離很長阿 你如果當日去的話 你會走不完 那你一直走 因為那是一個廢棄的鐵道啦 不走的 不是廢棄 就是說以前有走不走的 它是廢棄的沒錯 目前是廢棄的 那個鐵道為什麼廢棄 就是因為它整個隧道裡面 全部都被那個石頭 三崩了 堵住 我們必須要像狗一樣 爬進去 對 胖的人擠得進去嗎 擠得進去 要問一下 擠得進去 我也蠻想走的 縫夠大 那個縫 很值得走 02250999933 好那個我可以講我的 因為現在好像沒有人打打電話 進來要講他的那個旅程 不是旅程清單 所以我就要講 因為我在 在應該是從10月開始吧 然後我就去 這個因為我很少列清單阿 所以應該講說我的代處理 代完成事項好了 然後我在10月開始的時候 就決定要去把我在東部買的一個 小房子然後要把它裝潢 然後就先去 因為你每個人其實對於你自己想要有的一個樣子 房子的樣子 你應該會有一些想像 想像 會有一點想像 可是我跟你講喔 想像 想像跟成品真的會差很多 那 因為它會有很多很多現實的條件 比方說 我們可能去看了那個去有風的地方 然後那部片子看完以後你就會很希望就是說 你買了一個有院子的 有小院的 一個有小院的房子 然後這個小院呢 上面就要種你喜歡的花 桂花 枝子花 雞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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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會香的 然後因為就好像你去東南亞旅行的時候 你會看到他們的院子都有開滿各種花 然後你進去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花香撲鼻 所以你會很想要有這樣子的一個小院的房子 那我是買了一個有小院的 然後但是應該講 因為他其實以前之前也是有住人 可是每個人對於他居住的那個要求不一樣 所以就變成你要大改裝 大改裝的話 因為我是北到東 哇我現在可知道班次了 就是哪一班最快 然後你要搭到哪兩班 兩班的話你會直達到花蓮 然後這中間花蓮再到台東 花蓮到台東比較不會 不可能比較不會有直達 是因為北回鐵路 花東鐵路 都是要服務一些比較其他鄉鎮的 因為其他鄉鎮的大眾的交通工具沒有那麼多 所以鐵路其實算是他們很主要的一個交通工具 你就不可能說忽略到一些小站 然後例如說你從這個瑞穗啊玉璃啊 然後池上啊 然後池上 然後再過來就是觀山 觀山路也 然後再到台東 這些小這些鎮 你就不太可能會會跳過嘛 所以就還蠻遠的 所以你看這樣子如果我是不是坐飛機的話 因為我太喜歡坐火車了 但是我也終於覺得夠了 因為我已經坐了40 我想一下來回應該有40趟吧 這幾個這幾個月來 然後我就想說好 那時候就想說不行 我一定要在12月31號 就是2024的日出之前 我一定要完工 管他有沒有完工我都要收工 應該這樣子講 我一定要收工了 可是你知道嗎 就是有時候大家如果曾經裝潢過你的房子了 就會知道 你心目中的完工度跟收工是有差距的 真的還是有差距 但是我必須要在很很很 就是因為我一開始太太懶了 就是一開始的時候 我都會都覺得說時間夠吧 應該就這麼幾個房間 不會有問題的 所以應該是很好完工的 不會耶 我跟你講喔 做不完耶 越做越多耶 我本來想說其實本來沒有那麼多事的 我怎麼越做越多事 而且我做到連隔壁的事也是我的事 其實我可能還要再去做一件事情 就是我的完工了 但是隔壁的跟我共幣的之間的東西 我還得再去幫他做一下 做你家還容易 做隔壁家就難了 你還必須要真的人家的同意 然後人家還得空出時間來 還要再幫他算一下施工的期限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問題 好那我這次的心得呢 就是我覺得如果你找到一個你信任的工班 因為他畢竟這種東西不會是你一個師傅可以完成的 其實他是一個團隊 就是說你要找到在花東啦 你又不熟 然後呢你要你不認識這些人 那一旦你做事發包出去以後 其實如果你一開始做不好 你要再從中間再去換人 這個是非常非常麻煩的 就是做錯改會比打掉重做難很多 所以我一開始就會花時間會去跟這些人直覺 我覺得這是一種直覺 大概你跟這些人聊個兩三次 或者是試過一兩週之後 你大概會知道可不可以 所以我的經驗是如果是簽約 我是建議就是你們要做的東西 不要簽長的 也就是說呢一點一點開始 為什麼呢 因為一點一點開始 如果你覺得不合你可以換你可以改你可以結束 對找一個理由比方說我現在要停工了 或者說我現在不想做或者說我要改什麼 這樣的方式來講會比較好一點 但是如果說你一開始你就簽了一個很長的 哇大象小象寫的巨細迷 然後最後會變成是你不知道從哪裡 你想換人的話很難換掉 那我是替那些找錯人的人講 因為我覺得我真是很幸運 一定是每個人都是對的人 不對的人我也把它變成對的人 怎麼辦 怎麼辦 人家不改就只好你改了 所以怎麼說呢 就是每個人都希望你找的人是對的人 其實我覺得最重要的那個key man 要跟你很合 對他去找什麼不對的人 那是他的事情對不對 可是其實你常去的話 人跟人之間的相處就是一個什麼你知道嗎 信任 如果你對人家不信任 或者這個工人不信任你 沒有信任的話一切都不要談了 所以為什麼要信任呢 就是這是一種經驗 但年紀大的話你也會知道這些人值不值得信任 怎麼判斷 因為初次見面你要怎麼能知道可不可以信任他 所以你這個信任感先不要放太久 你這個信任感可能先最多就是兩週三週 你大概就會知道說這些人值不值得信任 如果不值得信任你換還來得及 你可能只花了還沒有很多的錢 但是如果你一下就簽了一個很長的約 包了一個很長的東西 你中途你要換很難 你不知道從哪裡切清楚了 所以像我就會非常的 我不是說我很聰明啊 差點要講出來了 謹慎啦 非常的小心 對為什麼要小心 因為可能你常常會在網路看到就是失敗的例子 所以你 對對對 太多很多學問 那你又是外行 你是一個百分之百的外行 所以我建議怎麼做法 好我舉個例子好了 例如說你可以先請他做一個小區塊就好了 比方說最不重要的我的這個天花板的這一塊 你可以幫我補一下 因為做不好可以拆掉 你不要找一個需要用到泥做的東西 那個拆可真的是要敲牆打地的 那個就非常的困難 所以你可能說這一塊這個可不可以先幫我做 那你其實做一塊你就可以知道這個人的工作態度 他的完工率他的品質 你就可以知道說他可不可以信任了 所以就先從做一個小區塊開始 小聚會 小聚會真的是大學問了 我覺得把你的要幫你工作的人當朋友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 有些人很避諱 有些人很避諱說在工作上有交情 因為就會覺得不好講 講事情不好講 因為你有一點交情如果你真的很在意什麼好像就不好說 不是因為我都常跟朋友吵架所以應該也沒有差 就把他們當朋友 比較模糊一些 反正朋友也不會以理相待 就是可以罵的朋友 就是當朋友的意思就是說 其實要讓他們知道你是什麼樣的人 這點很重要 其實我覺得有一點就是不要太挑剔 你可以叫人家重做用另外一種方法 可是不能用那種好像上對下的方式 因為我覺得能夠幫你做事的人 然後要在這麼遠的地方跟你從未相識 然後你要請他幫忙 我覺得這是一件非常 就彼此要能夠合是很難得的一件事情 所以一旦我可以信任你之後對不對 我就不會管你的進度 我其實有點好奇 因為江泰在溝通事情上的態度都是比較偏軟的 就會比較以和為貴 直接就是四指挑軟的捏 但是江泰是不撒嬌的 從來不會 噁心 女漢子是如何 女漢子如何讓人家覺得可以成為友人嗎 對 就是去講說我在意什麼 然後我想要哪裡更改哪裡改 因為很多人會覺得如果是同輩 他可能就會比較用 我覺得幽默感很重要 因為我不是撒嬌型的 那兩次他們也知道 就是這個女的就是一個大伯的這樣子 就是一個男子漢型的 好我會用另外一種方法 就是比方說 他如果做錯了對不對 我就會說 我就說你信不信我下次來如果你在做錯 我一定會跟你想打 你信嗎 我就會這樣講 我說我一定會跟你打架 而且如果你打輸我 你這一塊就免費 他們就會覺得很好笑 是真的蠻好笑的 真的啊 我說你信不信 我下次你在這樣子 我一定會跟你打架 你要是打輸我 你這一塊就免費做 可是這樣太多笑笑的講 我說你不要以為我笑就沒有再生氣 好難了解 他們常常會以為我個性是很好的 這也是事實 因為你知道嗎 一旦你跟有些人有摩擦 或者帶著臉色 或者彼此有接地沒有講清楚的話 你很難走下去 你很難做下去 就是沒有辦法了 可是我覺得會讓他們感動的是 比方說像我們的冰箱很大 我覺得因為剛剛好那個冰箱是新的 就是我買的時候那個冰箱很大 新的乾淨 我覺得冰箱很重要 我會把他們填滿飲料 給他們喝 我每次去我會買滿 新創媒體的 Google的餐桌 新創公司的方式在做你的房子 那他們其實不吃零食的 不太吃的 可是他們對於水的需求很大 我後來才知道為什麼他們要一直喝水 你知道嗎 但我不能說他們的嗜好是不對的 的確他們會吃檳榔 他們吃檳榔 然後那個檳榔會渴 所以你雖然覺得沒有很熱對不對 但是為什麼他需要的水量會這麼大 而且他們想喝冰的 那我其實有跟他講 我說我看你年紀跟我差不多也不小了 你不要一直喝冰的會傷骨傷筋 他說沒關係我們就喝解冰水 所以一定要冰的 然後他們會指定有一款飲料 不是保麗大批 他們不喝的 他們喝另外一款 我說這款不 不是他們會喝 有糖無糖無所謂 他們會喝一種茶 好 然後那個Seven我也跟他很熟了 就是巷口的那一家 也是我們台東很有名的旗艦店 超大超大真的 然後我這樣講 大家都快知道我住哪了 然後呢 小心 那個我已經熟到去結帳 他都會說我知道你要一箱什麼茶 我說待會哪個師傅會過來載 對因為一箱很重嘛 所以雖然說我會幫他們做 可是我不會自己出力 我都會用最簡潔的方法 比方說我在這邊付錢了 飲料了 然後你就會 待會師傅就會拿著我的收據 去把那一箱飲料載回來 各司其職啊 對 然後然後 那關於吃檳榔這件事情 因為你知道我是鋪石木這件事情 所以呢 我就會跟他們講 如果你吃檳榔沒有關係 你渣渣水都要吞下去 你要是 變成我的建材 我說你要是讓我 有一天挖到有什麼 我要是要再看到我那個很漂亮的木頭上面 給我擺著兩個檳榔渣 你就當著我的麵把它乾吞喔 不能配水喔 你去給我吞下去喔 對 所以他們就會知道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我說你不要再說你知道 你看又被我找到一個 答應 他說那不是他的 我說那是狗嗎 狗嗎 你不要告訴我是誰 對 所以就是在 就是你大概會 我跟你講我大概 因為各司其職啊 市農工商各司其職 就是你做木頭的 跟做泥做的 跟做水電的是完全不一樣的 所以你看我 我要記多少人的Line 而且每個人 而且有些人沒有Line 這才是重點 那這就不容易用貼圖去感動 對所以我光是一天 我一個週末我要去做的事情 大概有一千項 這幾次完成下來 真的大概有一千項 還沒講完 你真的有成就感嗎 不是我覺得最大成就感 是我那個轉帳 不知道轉了幾筆 已經超過免費的額度了吧 一個月會有28次的免費轉帳額度 就是那個手續費15塊 我永遠都超過 對所以可是從10月應該是就是10月1號就是 我就記得就是10月10號國慶日 上了國旗的那一天開始 然後呢就因為是連假 所以就開始做第一次 然後就開始一直做到1月1號升國旗 所以我以國旗掛上去做為我的 玩工日跟動工日 我一定要有國旗護佑著我 我的工程非常的迷信 我就中華民國派的 就是以國旗升旗的那一天 雙十國慶跟元旦再次升旗 所以我還在又在那個元旦的國旗那邊 又自拍了一張 而且我每次去的時候我都要自拍一張 紀錄說我來的時候我這個進度如何如何 不然會忘記 對還有一點大家一定要記得 因為現在國稅局 如果有一天你不想做你要買賣的時候 他都會看你花的每一筆費用 我跟你講現在不是說你有發票或者單局什麼你要照相 你照相還得證明這是你 所以我都給他自拍 因為我跟某些國稅局也是老熟了 我說我知道了 你不用擔心我這次會跟他一起拍 OK 你就不要覺得我照片造假 對這個都是你要存著的 這個都是你必須要做的很多細節 你如果現在不做你再回頭做來不及了 你已經沒有證據了 所以你必須先把你殘敗的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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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殘敗 對不起 舊的那個那個 對 粗胚先拍下來 跟你的粗胚先 跟那個先拍一下 然後再完工也要拍 所以最後就是完工後我覺得還有一點就是驗收 這個蠻緊張的 對啊驗收 驗收蠻緊張的 因為我每個禮拜去 我幾乎都每個禮拜去嘛 所以我就不會有那麼多的意外 不會突然有一個東西很大的改變 有一週真的就那一週就意外了 就是材料出問題 因為你知道嗎 我用到材料用到那個沒料了 他就用另外一種替代 完了 完全不對 因為我雖然那麼粗啦 但是我對某些細節卻很要求 我說不對啊 你這批材料跟我原來訂的怎麼會不一樣 他說對不起 因為高雄廠沒有了 調不到貨 我跟你講當高雄廠沒有的時候 這個就是問題了 因為台東都是在高雄叫建材 如果高雄廠的建材沒有過來的時候 台東本地是沒有那樣子的建材的 東部的東西都比較貴 不過高興的是說 特立屋在台東的旗艦店開了 OK 在這個週 本週開了旗艦店 所以可能以後採買會方便一點 我之前是很麻煩的 都是高雄 所以後來那個建材就不見了對不對 我跟你講打掉重做 堅持 堅持 沒電話呢 OK好 I like 103 I like Radio 我喜歡 我喜歡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